現在在投資市場 或是晶片相關的新聞 你都可以很常聽到一個關鍵字 就是HBM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晶片大廠都在搶這個東西 但這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它的中文叫做高頻寬記憶體 哇 聽到這裡是不是還是一樣無薩薩 什麼是高頻寬記憶體 先讓我們來瞭解什麼是記憶體這個東西吧 其實它是晶片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因為其實晶片它會有頻寬 那如果一個記憶體它的頻寬越大 容量越大的話 就可以讓整個晶片的效能變得更好 所以它可以說是讓整個晶片運作上面 變得更加有很好的成效的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那麼傳統上面我們在講記憶體的時候 大家最常聽到的東西叫做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它的英文叫做DRAM 那現在的HBM它叫做高頻寬記憶體 它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這邊可以打個比方 比如說高速公路 當我們想到高速公路的時候 今天你的道路如果越寬的話 是不是就有更多的車流量 因為有更多的車子可以在這裡開 那麼頻寬也是一樣 如果你的頻寬更寬 那這個時候其實在這個晶片上面 能夠去進行運輸的相關的一些資料量 也就可以變得更大 那這就是為什麼記憶體需要做的頻寬越變越大 所以其實大家現在都在發展人工智慧 想要發展AI的處理器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更多的大型語言模型 所以讓它的參數量越變越多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對於高頻寬記憶體的需求也會增加 因為就像我們剛才所講的 今天頻寬越大的話 像裡面可以跑的資料就會變得更多 那這就像是一個示範的圖 其實像HBM這種東西 它就是會透過先進的封裝技術 先進行一些3D的IC堆疊 像是堆積木一樣把它全部堆在一起 那麼我們現在講到HBM 有哪一些主要的廠商 是目前在市面上面大家常常講到的呢 其實主要就是SK海力士跟三星 這兩家都是韓國的公司 在整個記憶體的市場裡面 這兩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們的市佔一個有50% 一個有40% 那還有10%呢 是來自美國的企業美光 不過呢就是因為他們想要積極的搶這個市佔 所以可以看到他們其實動作頻頻 3C說還有它積極的擴產 那麼美光呢 他們說他們要透過技術強勢 就是去年的時候他們也在台中 台灣的台中這邊呢 開了一個新的工廠 裡面的導覽人員也是不斷的介紹說 他們的技術有什麼樣的最新突破 而SK海力士自然也不想落於人後 所以呢他們最近還宣布 要跟台積電合作 一起去發展下一代的HBM 不過就像我們現在講的 現在大家都在搶HBM 所以導致呢 HBM像是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 所以明年的價格 根據集邦科技的統計 有可能會上漲最多來到一成 那麼是誰在搶這些HBM 我們講到AI自然就會想到NVIDIA 所以像是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他最近就在矽谷 跟SK集團的董事長崔太元碰面 那這時候呢 其實韓國媒體就做了一些意測 他們說輝達是不是想要透過這個方式 煽動SK海力士跟三星之間的競爭 進一步去壓低這個HBM的價格 不過我們實際去問了輝達 輝達在解稿之前 是沒有給我們一個正式的回應 但是也可以顯見 HBM確實是現在半導體領域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元素 那關於後續的發展 我們將持續帶您關注 哈囉 我是莊雨潔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